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面对强作镇定的曾楚南 于显阳一语道破天机 死去的681是冒牌货 而真的681名叫刘世新 此刻被关在狮子口监狱里 此言一出 除显春雨外 语者无不震惊 曾楚南剑只包不住火 只好将真相说出 刘世新早被国民党抓获 而死去的681 则是军统派去延安的卧底 他是个英雄 刀汇四哥带来一个消息 被关押在里面的三爷 买通了被贬至狮子口 做典狱长的黑皮 想出来和小鬼子大干一场 于显阳灵机一动 何不借此机会 顺便把刘世新救出来 此事未尝不可 但必须谨慎 因为刘世新的真实身份 万万不可曝光 刘虾子 弄到什么了 哎 刘虾子 怎么问你话呢 你少做到那里装算啊 打门打开 我抽到一顿去 哎 好了 不要和疯子计较 赞官 走了 天地虽云光 独容我深难 日月虽云鸣 七朝我身边 世人皆如此 疑惑 我独然 三爷啊 这么晚还在这里辛苦啊 敬业啊 敬业 黑皮 我没有时间给你讲笑话 我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就是要等你啊 当我啊 通往要工钱 慢啊 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 没stan 说estab 我不是来要工钱的 讲实话啊 我不但不要钱 我还给你找到一条财路 哎 你要不要的 你讲真的啊 唉 唉 你们两个啊 先回去休息吧 好 好 走 走吧 喂 哎 刚不动听啊 唉 唉 小的吧 这事情要掉脑袋大 你有点充许好不好 这老话讲得好 富贵显足求的 就你这么个芝麻小官 你能够撑多久 那个幸福的依赖能有你好处 黑皮 我可是替你想的 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 搞点懂的 老了以后能拿那么本 三爷 话是这样讲的 这有命去挣钱 要有命去花钱的 万一 是吧 没有什么万一的 我已经同你讲了 只要你的手下把我们放进拖劳洞 其他的思想同你没有半点关系的 好 我答应你了 不过三爷 丑话要讲在前面的 什么讲解 你讲个说 这个说 疯了 你 黑皮 你要的太多了吧 你这是私自打开口 你几点得好不好 三爷 事情要是暴露了 我要卷铺给走人的 口袋里面主要有点懂的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事情要把话讲好 三爷我也是个穷鬼 家里就是砸锅卖铁 我一时间也找不到那么多钱 三爷跟我讲这么多都是开玩笑是吧 摘表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更 三爷我没有钱 可是我们家不是有老四吗 老四家大业大 钱有的是 就你要的那个数 说 说什么 搞青色 难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亲子小姐 请你留步 我只是给司令官送点茶水 司令官有利 任何人不得入内 好吧 各位 昨天我接到尚风的指令 命我回武汉 向军委会述职 在我离开苏州这段时间 由少校行动组长余显阳 担任苏州站的临时战场 余老弟 余显阳 啊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去武汉什么时候动神啊 中午 先坐火车到南京 然后再坐船备上 然后再坐船备上 掌柜的 程将军来电 快起起来 你坐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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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坐下了 你坐下了 我去坐下了 不是我说你 这做人不能小肚鸡肠 你看里面挂的四个字是什么字 海纳百川 做人得大气 我小肚鸡肠 那谁宽宏大梁 你 我也不行 要说这肚里能撑船的 还得是里面那位 你别喝 那本来就是 我得罪他多少回了 那回不是往死里得罪 可人家呢 一次小鞋没给我穿过 要是我 还穿什么小鞋 直接一趟把你双腿给打死了 鞋钱都给你赏了 你 我信 能干得出来 请 四哥 你怎么来了 我特地来找你的 真是 三哥这是憋不住了 那可不 听说我们家有枪了 这浑身子痒痒 行动安全吗 他买通了黑皮 应该没什么问题 既然如此 你蹬走我干什么 还想比划比划 我在想你说的话 能一趟干的活 绝不跑第二趟 干什么费那邪钱 你刚才说 松经手上有全套的作战方案 没错 我会在离开苏州之前 设法将这份方案搞到手 离开苏州 你去哪里 日本内阁来电 敦促松经回国 并出任参议 他这一走 我也就没有理由 继续留在苏州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松经的进攻计划 应当以空战为主 所以鬼影的情报 应当是松经计划中 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此形势之下 我相信 鬼影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所以 你们营救刘志 可不容缓 对 只有六八一 才能够阻截鬼影 进来 宗长官 于显阳说要见你 说想到了营救六八一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买卖可以做呀 里面黑皮已经买通了 外面我们这一接应 里外一会合 这买卖就成了 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于老弟 于是 要顾全大局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秦鬼影 必先救刘志 如果三爷的行动 在先的话 不论成败 都会增加我们 营救刘志的难度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顺势把他们一起救出来呀 事情根本就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刘志对我有惩戒 甚至是敌意 他绝不会相信你 更不会配合你 初南 刘志呢 一直在监狱里待着 他根本就不了解 外面已经是 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面 所以才会有这种态度 实话不瞒你说 我这次的武汉之行呢 就是到你们长江局 去附警请罪 顺便呢 能够请一道手艺 然后让刘志同志 来配合我们 怎么 你大老远跑一趟武汉 就是为了这个 现在是关键时刻 你又是我们的主帅 你没必要把时间 花费在这个上面 要不这样 我替你跑一趟 你看怎么样 你有把握吗 没问题呀 要是真有把握 那我求之不得 可是楚南 我有点担心 你说 我怕时间上来不及 国长官这一去一回 至少得十天半个月的 可是日军 说话就要行动了 如果不能及时 截获鬼影的情报 后果 不堪设想 那就都别闲着 国长官去拿手遇 我到监狱找三哥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刘志先救出来 方案 必须得有一个 十拿九稳的方案 要知道这一仗 我们输不起 那就这样 我明天再进他十字口 我把方案搞清楚 我们再定 自有凶犯于显阳 自有凶犯于显阳 屡犯重案 实属罪大恶极 无论何人何地 击获真凶送案者 一次奖赏五万块 这个人是谁 我说了 哥 这雨显养你都不认识 那个是苏州一枝霉 枪法如神 百战百胜 狗屁 那是没看见我 碰着我不用开第二枪 一颗子弹五万块 那是那是 那是 那是牛吧 你们这里关着一个 刀会的三当家 胆敢跟小邱太军叫板 叫过来我审舍他 好 说的是三爷 快跟你去 行行行 一天到晚神神神不就是鬼子的狗腿是吗 小小毛贼气焰如此嚣张 先拖着具体给我打四十大板 这位长官 我们这里有辣椒水 也有老虎灯 可就是没有板子 我同你讲长官 你太落伍了 现在什么年代 你还用板子 你说你们这些个废物 我说你们什么好 目无尊纪 辱骂长官 怎么管的你们 还看着干什么 收拾完它 我再收拾你们 给我出去 是 看我怎么收拾它 兄弟 你搞什么 跑这里来讲平话 三哥 我听说你要在这里唱一出凤凰潮 我这不是给你打下手来了吗 不要不要不要 老弟是苏州城的名角 大号一赞美 我请不起来 骂人呢你 到这这个拖劳洞外面有一出戏 要请你帮帮忙 来不就是跟你商量拖劳洞的事吗 快走 三哥 快走 走 走 你快跟我好好讲讲 刑场旁边有一间破房子 那里就是停尸房 从满清的时候 只要牢里面一死人 就用破席子卷起来 抬到板车上送到停尸房 停尸房的屋子有扇铁门 门后有一个洞 那里就是偷牢洞 尸体运到停尸房以后 等验尸罐签完字 铁门一开 把尸体往洞里面一丢 就好了 拖劳洞外面就是狮子口心肠 那可是鬼都不来的地方 没到里巴楼的商务司店 就有一辆普山会的卡车 导致人来拖尸体 明天可就是礼拜六了 对 你是想让我把那个普山会的卡车给截了 这件事情对你一直在没来讲 还不就是像小尸体 你一直在没来的地方 行 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但是三哥 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心情这么严肃 一定是打死气 你讲吧 我可不敢都答应到我 你得把刘虾子给我带出去 好 有个子的 可以 放心 你别不当回事 我听说这个刘虾子是茅房里的石头又丑又硬 他未必听你的 哎 蛮稳的 我同意讲啊 三哥我别的本事没有的 对付刘虾子这样的人我最有一套了 哎你不要管我拖出来也好还是扛出来也好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活的刘虾子 哎 那就拜托三哥了 哎 下手轻点啊 哎 你先不要讲拜托我 哎 我有一件烦心的死体啊 要请你帮帮忙来 你说 哎 黑皮啊 这个小子猪油萌掉了心啊 不借钱他不办事的 哎 哎 去把黑皮给我叫来 就说我有事找他 是 你不要啊 哎呀 小猫好吧你 这尊天地人和祖 每场板斧平六五 天杠地杠 从九十五 哎 有了 这尊不 哎 黑皮啊 再这样下去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干什么的 哎 钱拿过来 吴总官就要来了 吴家家大爷大的 又有日本人在后面撑腰 你怕什么 你跟着他 吃香的喝辣的 黑皮哥 你这话怎么有股 增加老醋的味道 那搞清爽好不好 老子黑羊他敲老旧 就是不晓得什么叫吃醋 黑皮哥 来来 黑皮哥 鲜兵队来人了 点名书要见你啊 什么鲜兵队 穿着便衣 哎 还戴着个眼镜 这还留着脚胡子 哦 真是 真是来捣乱的 哦 不安了 羊群里面跑出一头驴子来 也不晓得哪来的野种 走了 走走走 对了 昨天那个医护院那个小翠不错啊 嘿 也叫你看得不错 你不要乱来啊 哦呦 嘿嘿 嘿嘿 这会开玩笑啊 哎 你不要害怕啊 自干你 黑皮哥 请坐 哎呀 免了 我喜欢站着的 方便 自己家的底盘又是自己 客气什么呀 让你坐你就坐吧 我听三爷说 黑皮哥是不见兔子不撒婴啊 哎呦 老手啊 兄弟也是道上跑的啊 哎呀 那么既然是道上跑的就要讲江湖规矩了 老手吧 到时候我人放了三爷走了 你也叫地抹油没影了 我找谁要钱去啊 找我呀 真没讲笑话啊 找你啊 我和你飞鸡飞骨的找你啊 黑皮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俩有缘分 还做过买卖呢 可就是运气不好 买卖没做成 可买卖不成他仁义在啊 做过买卖 你不要讲啊 我还真看你面书 这下认识了吧 鱼血眼 吴队长 你困了 昨晚没睡好 今天这么大的事 你未睡好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 行官上任三把火 而我今天来 就是来陪你放火的 多岁客长跟下的七种 是少得不胜感激 三爷这笔款子我给他担保 怎么样 信不过我呀 我妈 现在过 当然现在过 光我这颗脑袋就有五万块大洋 你要是想挣这笔钱呢 现在可以到门口把那张告示给撕了 不敢 不敢 你给我四个胆子也不敢 兄弟 放心 黑皮上有老下有小 他要是敢出卖你 都会一出手 明朝当心的屋里下 三哥 斩尽杀绝 斩草除根 这不合适 太绝了 合适 合适 一个 提一个办事那是应该的是吧 要是他最有的小转头 那就更好了是吧 不过 马虎一个 为一个的事 活出去了 好 那这事就定了 好 既然黑皮哥这么痛快 那改天我请客 好好谢谢黑皮哥 不敢 黑皮哥 遭大火了 没看到我谈事情 那个 小秋太君 还有吴队长来了 拉撒地方 我现在过去 黑皮哥 那这事我们就定了 好事成了 我和三爷刀会的兄弟 一定会好好谢谢你 好好好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 黑皮哥走好 好好好 再嘞 再聊 三哥 这事成了吧 亏亏 你还是快点走吧 不要让小秋挡在这里 走 走 好 三哥 扫子天 我得进去看看 看留下子 总得打个招呼啊 好 你进去 我给你扫门 把门打开啊 长官要检查 唯一 对 调人 你 让他 assim 拌 我 不 刘先生 有事情和你商量 我说行不行 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呀 你别在我这里 多废口舌了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算是把这个牢底 给坐穿了 我也要等着你们 被彻底消灭的那一天 你消灭我们干什么呀 现在主要是想办法 消灭日本人 你也是中国人 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更重要的是 党性和原则 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他没资格命令我 我只服从 组织的安排 难怪你们是一起的呢 连说话的腔调 都跟郭长官一样 你也是南京人吧 是又怎么样 那我们两个人可是老乡啊 你家住哪里呀 光滑门 光滑门 想当初我们二六二旅 就在那里住房 八十八十二六二旅特务营 我听说 王牌师特务营的人 都经过特种训练 算是上过两年学吧 看来你没撒谎 你确实在陆军学院待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套军事手语 还是我亲自便携的 那 那你还算是我半个老师呢 我问你 你既然是一个军人 怎么跟那帮军统特务 混在一起去了 这个说来话长了 南京沦陷 八十八十全军覆没 我还算是捡了条命出来的 好不容易到了苏州 本来想杀几个小鬼子报仇 就碰见增长官他们了 你受过南京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南京城 现在什么样 南京城城 断壁彩原 腐尸便宜 一箭视作空城了 空城 那人哪 沙光了 逛血 就能把长江染红了 杀光 这个畜生 秦兽 刘先生 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武汉了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抓住归影 那日本人真要得手了 武汉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南京 兄弟小球要来了 我给你找一件衣服换手吧 来不及了 我换了装 又拿了东西挣 希望他们看不出来吧 我是那些黑皮呀 这小子贪死怕死 不要把我们出卖了 那是什么地方 太军 那是死了 臭黑红的没什么好看的是吧 关的什么人 都是一些政治犯 该死的全死掉了 就剩下一个瞎子 政治犯 进去看看 太军 我给你抓了 二鬼子 二鬼子是吧 我吃了 高兴齐 高兴齐 什么鬼子 一吃饭 这么多 快一点 该你了 好好好 他们走了 快出呀 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你们的小日子过得还挺协议的 告诉我 二鬼子是哪战牌 德高尤其 好大的胆子 太决啊 我们几个在放风的时候 大打麻将不犯什么规矩吧 嗯 可是监狱 是让你们盖国自新的地方 怎么可能成了供你们娱乐的麻将馆呢 我对这 算 凡事在这的 三点 不准吃饭 不准放风 凭吧 凭什么呀 对呀 凭什么呀 小该可以 好杀气 好威风 老江湖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 凡不能为我所用者 我逆可将其毁灭 这个道理 你到了今天 怎么还不明白 卢队长 手里交给你了 太军慢走 兄弟 小丑走了 我们也走吧 走 小兄弟 刘先生 你叫我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如实地回答 你讲 只要我晓得 郭公已再度合作 共同抗日 是真的吗 不瞒先生 就连你们的队伍也接受了改变 南边的叫新四军 北面的叫八路军 我媳妇的老娘舅 就是新四军的长官 好吧 既然如此 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那太好了 那就省下大麻烦了 三哥 刘先生 这位是苏州刀会的三当家 是这次行动的具体负责人 我愿意随时 听从调遣 跟随后 我们走吧 刘先生 期待我们的再次见面 太仓促了 很多准备工作都没有到位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一仗 我们输不得 可我们再不采取行动 又要再等一个星期 就像秦子姐说的 如果哪天鬼影真的出现了 那我们就措手不及了 我同意于显阳的意见 夜长梦多 我们应该当机立断 阿瑟 三爷说的那个普善会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们苏州的一家善会 前几年大家捐钱给他们买辆汽车 专门到医院 北塔 还有狮子口去搜尸 我回来之前 还特意到狮子口刑场去看过 那里还真是一个鬼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干脆 我跟老道 还有四哥 就我们三个人 在那里守株待兔 卡车一来 我们就地把人拿下 在那里等着三哥和刘志从洞里出来 装车走人 神不知鬼不觉 就这么干 开饭了 把饭放这里 开饭了 拿 做好准备啊 明天放风都走 行动 我担心我的身体会脱离大家 能不能担心 躺到担架上就可以了 干什么呢 好 来来来 来啦 开饭了 开饭了 显阳 你当心点 没事 今天是好日子 你听 听见没有 喜鹊叫好世道 开示大吉 是不是老大 那我们走了 走 来来来出来放风了 放风了 快出来 放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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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都出来都出来放风了 放风了 快点出来 快点快点 快点你给我 放风了 老大 上回那小子没死了 大哥 我走了 去吧 多保重啊 发起吧 好 我走了 我等你了 你了 我走 我走 你去吧 你去吧 你去哪里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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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牌啊 沈爺 我们是不是受伤了 等黑皮偷了就走 等下呢 这分明 你快出啊 好好好 我 左牌 我牌 黑皮哥 三爷那边还等着呢 这个我晓得 这个无人关 关不大 家子还不小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今天呢 我过来宣布个事 从现在开始 之前你们这个监狱的警队长 还有副队长 以及监仓看守长 一律免出职务 待审查考核之后 再另行安排职位 乌生官 你干什么呢 谢不杀你什么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里有你讲话的份吗 老子在这里这么久了 你晓得吗 不同你讲 投他去讲去 走走走 做啥 做啥呢 你想造反是吗 哪哪 别别我不敢造成 来啊 给我抓起来 来啊 来啊 给我鼓勵啊 来啊 给我放 兄弟们 给他提来 来 乌生官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鸟 还有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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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老子滚回去 老子呆着 等候咋法 三爷 今天的事情不行了 为什么 黑皮革同新来的点鱼当打架 结果被关起来了 这小子偏偏这个嗓 怎么办呀 三爷 怎么还没错呢 是啊 时间也到了 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快一点 带死刘仙子 我们走 好 走 刘仙仙 走 快 快 快快快 小心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躺上去 刘仙仙 走 走 走 用官 这黑皮怎么就得罪你了 他没得罪我 这小子不得天高地厚 我得杀杀他锐齿 慢点啊 站住 你们几个个什么 留瞎子死掉了 黑皮呢 黑皮革脚 先把尸体送到这里来 来 抬起来 站住 给我站住 抬起来 给我打 小心点 阿牧 李家三爷 走 李家三爷跟你拼了 你们三爷走 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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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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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住 赶快把那个拖劳洞给封死 是 这是一次有因报 有计划的行动 我怀疑你们监狱内部 也有人参与 吴队长 你们务必给我 仔细调查 是 客长 明白 刘先生 我听说你是从南京转过来的政治犯 可是这些人 都是苏州本地的帮派分子 和你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为什么他们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来救你出去 为什么 他们不是来救我的 他们只是让我装一句死尸 可是监牢里面 那么多帮派分子 为什么偏偏要找你 科长阁下 这就是刘世新的答案 是 该犯由南京压制本件的时候 只有这一份本件 吴队长 算 全体集合 算 监狱 虽然犯人改过自新的地方 但是总有一些 明文不化之途 竟然勾结串通 启动粤语前途 所以我宣布 明天周五 把罪犯刘世新押往狮子口形成 直接下去 解释 解释 三哥的尸体呢 让普三会的人给拉走了 客人客下 我觉得这个刘世新 有点不简单 你也能看出来 不是 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该留他一条性命 以便深入调查 这种人我接过很多 万应不止 很难从他的嘴巴里敲出什么 与其如此 还不如让他背后的人主动显身 你的意思是 要隐色出动 值得 我为什么 要让他们绝体集合吗 因为 我怀疑在你的部下里面 一定操有内奸 他也一定会去通风报信的 既然他们这么想要救刘世新出去的话 那就给他们一次机会 四哥 阿宝 里面怎么回事 三爷死了 冷静点 你们两个人慢慢地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晓得三爷带着两兄弟要紧托劳洞 结果和玉京打了起来 然后 吴润官下令开枪 三爷和两个兄弟 吴润官 那刘世新呢 他没事 小秋来了以后还审问过他 当时我也在场 侥幸 侥幸 吴润官 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这个仇 一定得报 四哥 你别急 这个仇我来给三哥报 我就饶不了这小子 炫阳 你都好意四哥心灵了 这是我们刀毁自己的事 所以这个策 一定要我们自己报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小秋召集所有玉京巡化 说月雨潜逃 罪不容住 要杀易景百 他要杀刘世新 对 明天中午 在狮子口心肠 我们现在不能再犹豫了 这种情况下 只能减发伤 让我想想 他要杀刀 天地虽云广 独容我身难 你晓得你竟然还读日语 以前学过 那这首诗出自哪里 万叶吉 贫穷问达哥 万叶吉 要行动了 你说呢 没问题 只要有我和老道 再加上郭长官的七八个兄弟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的 老道 从现在开始 守着这扇门 在我回来之前 于老弟什么地方都不允许去 怎么着 杰老道 于老弟 你也都听到了 我也就是奉命行事 你可千万别为难我 尚小 那三哥的仇不报了 再这么拖下去 这六八妖 六八妖必死无疑 我们就勤功尽弃了 于老弟 你的心向我理解 但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行 我听你的 你心里有数就行 老道 记住我的命令 他要是迈出这个门槛一步 老子我就枪毙了你 哎 哎 哎 没错 没错 我 老弟 这是断头饭吧 刘先生 赶快吃饱 吃饱好上路 老道 关在板走了 我不瞎 走走了嘛 跟你有什么关系 费什么话呀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 赶紧 这不可以的呀 长官讲了 你不能出这道门的 你是不是死心眼啊 他不让出门 我们走窗户行不行 别别别 还我 我们呢 我告诉你 你不要托我下水 好不好 姬老道 锦上添花是不是朋友 薛宫送炭是不是朋友 出生入死 那才是兄弟呢 好了好了 你讲这么一堆废话 不就是讲讲我们俩是兄弟吗 我一个人去 火力不行 等一下你到新花嫂那里再帮我顺几个手来 别别别 长官既然讲你不能散自行动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晓得他肯定是到小秋那里去了 我也不瞒干 你想想我们先埋伏到那里 长官他要是弹成功了 他能把刘志的面救下来 那顶多是白去一趟没什么损失 但是他要是没弹成功呢 我们马上行动 说不准还能立一个大功呢 这话听着有点道理 怎么就有点道理 我这是深思熟虑 走吧 走吧 合适吗 太合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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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害我 你小声点 还行 你们两个神神秘秘的要去哪里 你去裁缝店吧 是啊 掌柜的吩咐我说这两天都得在店里盯着 说不定哪天就有任务 对了 掌柜的也给我们安排任务了 我们有任务 也有任务 快下雨了 带把伞吧 不用 没事 不怕雨 你好 你 干什么呢 我有急事 要见小秋客厂 或是 你说的 这个日子 是 不应该存在的 来 如果你还想继续接到这样的电话 这条线索就必须得留着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理由你满不满意 原来那个电话 是你打的 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故意隐瞒 因为抓住681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 那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要把这些武汉的特工分子 一网打尽 苏卡 武汉特工和刘志 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是我埋下的一条线 通过这条线 我就可以把那些看不见的 摸不着的 一个一个的揪出来 一个一个的揪出来 厨子 我明白了 其实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我明白了 其实今天这个枪决 实际上只是一个烟幕弹 你真正的目的是要 请军入瓮 没错 如果这些武汉特工 胆敢现实的话 我保证 一定会让他们 这只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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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道 我说你从哪里搞到这两神东西啊 小看我了吧 能加会算 我估计这天可能会下雨 早就算好了 真的假的呀 神神道道 那是真的 怎么还没来啊 别着急 上小不是说了吗 越到关键的时刻 越要沉住气 这时候想起长官的话 那好话我一句都没漏过 他还说过 行啊老爹 表现得不错啊 帮你秉持忠勇 为国家再见功勋 你的臭美呗 现在就是见功勋的时候 拉倒吧 天地虽云广 独容我身难 日月虽云鸣 欺照我身边 处子 这几句诗词 你听说过吗 没有 这是来自万叶集 是我们大和民族的诗歌总会 就相当于你们的诗节 客长在这个时候提起了这几句诗 我想一定定有深意吧 没错 这是我 在刘世新的囚事里看到的 旧客在墙壁上 而且是有日语说写的 江南闻风鼎盛 很多学子呢都有过刘雪的经历 你比如像这个寒山寺的靖元法师 他年少的时候就曾经留学过日本 是吧 这个刘世新呢 既然是一个政治犯 他通小一些日语 我觉得不足为奇 不 东日语 并不袭击 各件事 他用的是我们万叶集里的句子 初三 你也该知道 我们的龟勇军 也是用万叶集里的句子 作为电报密码 初三 这难道不是巧合吗 不过据我所知 这个刘世新和武汉方面过往甚密 他和龟勇军没有交集啊 不是 我们的情报显示 六八要真实的性命 就叫刘志 而事和心合起来 刚好就是一个质子 初三 那么多的巧合在一起 就不是巧合了吧 这个 必须要深入调查 你抓紧时间 我明白 不方告诉你 吴军马上要攻打武汉 所以龟勇军那边 要尽快发挥作用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如果还没有结果的话 必须要把刘世新吹死 三天时间太紧了吧 再宽容几天吧 不行 武汉特工分子固然重要 但是相比帝国的利益而言 可以忽略不及 好 我明白了 好了 我要去十字口开信 初三 如果 有消息的话 你可千万别忘了和我联络 刘先生 算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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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吧 真下雨了 来了 就这么点人 看来走雷子又不咋了 我都不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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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就没有 好 快点 有多久 在世还没有 可惜吧 他们一定回来了 他们一定回来了